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這個禮拜的《桑海神秀客》 我們有傑斯在旁邊的 喂 怎麼樣?老友記 又一個星期 這個星期真的有很多新聞 我想最新鮮滾熱辣應該就是 跟我們差不多做節目差不多時間 所以一定要講一下美日非的峰會 應該都是 最值得說的就是因為都是衝著中國在南海 已經都放肆了好一段時間 終於都要逼到 我覺得是逼出來的 終於這個都可能是歷史上第一次 日本 菲律賓 美國 現在就在華盛頓 就進行歷史性的一個峰會這樣 正如拜登說 大家的結盟是 就是直接堅如 堅如堅過 堅過石堅 不如我教他講 它是鋼鐵 堅如盆石 可以像鋼鐵那麼堅硬 最清楚的一個訊息 見到其實由拜登發出來的訊息 就是講得很清楚 如果中共攻擊菲律賓的飛機 船隻等等 就這個都會是納入去啟動這個美非共同條約裡面的 所以這個 我這個呢 地帶衝突 就是這些灰色地帶衝突全部都納入在裡面 而且這個美日非會簽訂一個協議 基本上它不是共同防禦 因為美日之間和美非之間都有這些所謂的共同防禦條約 我們叫這叫Hub and Spoke 就是一個車的軸心 就是美國 然後射出去的有美日有美非 那這個東西的話 會不會牽涉到日非之間呢 都可以有交流呢 比如說最近 菲律賓也都開放他們的更多的美軍 去駐紮這個地方 以後蘇碧灣可能都會更多開放 但現在還未確定這件事 日本呢 會不會可以更多的 因為跟菲律賓最近簽署過協議 會不會有日軍 自衛隊 有沒有日軍 自衛隊呢 更多在菲律賓那裡去活動呢 這個極有可能 聯合巡邏 聯合的軍演只會不斷加劇 那麼前幾段時間 美國 澳洲 日本和菲律賓 在月初呢 有這個台在南海聯合軍演 那麼中國又不見人派人去說 那麼現在菲律賓現在厲害了 那麼前幾段時間在仁愛礁附近呢 就被中國揣擾了 現在反過來有兩個招石呢 也都是去到那個地方那裡派軍隊去 那些中國的海警船呢 開始有些嚇破膽了 就是說它只是說呢 站在那裡不敢發水炮了 為什麼呢 因為美日飛硬起來了嘛 當美國出手了 那整件事有所不同 那麼再講到美日峰會了 美日峰會這個重要了 為什麼美日峰會重要呢? 因為美日峰會是前所未有 將美日的安保同盟 安保條約呢 提升到一個新高度 因為根據這個18頁的 我看了一點點 18頁的共同聲明呢 就是說呢 兩國要求中國負起大國責任 強化美日雙方的防禦合作 包括軍事情部合作的 那有些什麼呢 講幾點給大家聽吧 可能稍後這件事我講不完的 你補充一下我啦 我所理解就是說呢 4月10號 兩個鐘頭會 那之前那天拜登一下踏在愛田文雄的肩膊裡 整個一邊拖著他進去辦公室裡面 70項的國防合作協議 跟南海、台海、印太非常有關係 他們承諾做什麼呢? 第一 日本要成立一個 以前從未有過的 叫做陸海空自衛隊 和他們有一個宇宙和網絡部隊 即是陸海空宇宙網絡 五樣東西 加上的統合作戰司令部 協同作戰 這個是日本本身的自衛隊的建制 這個不是美軍掀著他 表面上不是這樣 但是呢 日軍 就是我們講日軍 日本當然不要修改憲法第九條才有日軍 但是自衛隊加上這個部隊的統合作戰 指揮部呢 以前從來沒有過的 就是這個東西等於加強了日本 就是由手上壓到官房長官 到在下面統合作戰的全面能力 就是等於一個全面的三軍總碎 明白嗎? 這個不是自衛隊 而是三軍總碎 這個五軍總碎 第二樣東西就是說 提升這個駐日美軍指揮合作 還有這個很重要的 駐日美軍在很多的不同基地 都會是駐日的美軍的指揮結構 跟著美國和日本很取巧的那樣 不講美軍和日軍之間的關係 如果你看回美韓之間的協議呢 一定是說和平時代韓軍話事 戰爭時代美軍話事 這個就是美韓之間的協議 日本呢 沒有講到這一點 因為為什麼呢? 日本有和平憲法 因為日本有和平憲法 它不會講到戰爭的時候 美國話事 和平的時候 這個就是你話事 不要這樣 因為和平的時候 都基本上由美軍講所有的軍事的東西 所以說駐日美軍指揮結構 它會加強 意思是什麼呢? 喂 這個也是比骨頭硬而已 美國美軍強一些 還是日本自衛隊的能力強一些 當然是美軍強一些 換言之真的如果台灣有事 如果日本有事 韓國有事 美軍出聲 你覺得日本可以置身到外嗎? 不可能 即是實際上 不是它的文宣上面 實際上呢 美軍直接是指揮日本的作戰 這個是整個東亞軍隊的一環 這個是一個東亞戰區 今時今日是一個聯合了日本、韓國、菲律賓的東亞戰區 台灣不講 事實上就是說 整個東亞戰區 就是看著台灣 出市的時候 一定會做事 不是 有講到 有講到 台海是納入去 入美日的防禦範圍裡面 是有講到的 是的 另外就是說 註日美軍指揮結構的升級 還要跟智慧隊合作 這個很重要 第三件事 月球 這個很重要 你記得Armstrong 很小的時候看那些影片 當時我們出生了 美國人登陸月球那些東西 現在就是答應兩個日本人 去搭載美國NASA 他們肯定中處那些 哇 登陸月球的一些方法 可以直接去到月球上登陸了 第一個最早2028年站上去 2031年第二個 可以在那個地方生活一個月 哇 多重要 所以去到最後 NASA那裡叫Artemis 阿提米斯計劃 就是讓他們首位非美國人 去登陸月球 不是俄國 不是中國 是日本人 第四件事 就是英國 美國和日本 都會做聯合檢查 最快是夏年 2025年 目的是什麼? 在南海裡 要警告中國 你收皮 不要說那麼多 第五件事 美國、日本、澳洲 首先建立一個 這個 首次建立一個 聯合飛彈防禦網絡架構 這個重要了 我們一直以為 Augus還沒有侵入日本玩 但是這個架構 遲早都沒有 但是誰知道這次有了 美國、日本、澳洲 聯合的一個飛彈防禦網絡結構 即是說共同防禦的措施 這個是實際上的聯合安保 第六件事就是工業委員會研究共同製造武器 美國和日本研究共同製造武器 你看到那些超音速武器 那些什麼 還有那些量子運算 量子的計算機 是的 還有一些水下作戰的那些 全部都會做 這個是什麼? Augus的第二支柱 是的 Augus是英、美、澳三國的安全那半關係 第一支柱基本上是關於英、美協助澳洲製造核動力前流 這個跟日本無關 第二支柱跟日本有關的 就是日本貢獻了一些科技知識 去一起製造武器 那這件事英國和澳洲暫時不需要變成Jokers 因為現在J字在前面 就是JAUKUS 就有日本、澳洲、英國、美國 它不想這樣住 不用啦 美國很想拉它入 其實不需要 實質還要過其它東西 另外還有其它 比如什麼核晶片 晶片因為日本有一家公司叫Rapidus 它就會美日共同研發晶片的 另外比如核能 核能 核能不要這麼阻礙 核能是會大家一起共同研究 尤其核稅變成安全度 美國、日本都在用核能 OK 台灣現在說要廢核 但是日本和美國都用核能 它們不會廢核的 它們這樣的情況下 它會如何研究共同開發一些新的 更安全的技術 另外重要的是無人機 第六代無人機 飛機旁邊還有一堆 戰機旁邊有一堆無人機在裡面 日本製造 和美國一起共同開發 拿著英國、澳洲、意大利一起 二零三年第一批 deployment設定好 這些當然是激動到中國跳起來了 中國怎麼樣呢? 找個毛鴻鈴出來批判 哇 你抹黑攻擊台灣和南海的主權 不得了 干涉國際內政 違反國際關係基本上則 其實說這些都是浪費的 你說完之後就覺得到 他害怕 牛底 牛底的方法是什麼呢? 一 找馬英雄見 稍後你會講到 找馬英雄見 第二樣東西就是牛底什麼呢? 11號 昨天派了一個人去一個地方 派了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趙樂際去北韓 去北韓 要搭馬了 你美國搭 你找Friend 我又找Friend 這樣啊? 你找Friend 你找Friend 我找Friend 我自己搭 瘋子 因為他從未試過 2019年習近平訪問北韓之後 從未試過突然之間 是啊 很突免的 這樣搞法的話 就是說習近平的 傑斯問你 你會不會害怕真的打仗? 我整件事看 其實你都講了很多 我沒有特別的補充 但是我想強調一件事就是說 美日其實一向都是一個同盟 美日也有一個良好的關係 但是這次不是開玩笑的 就是美國是刻意邀請岸田來訪問兩天 接著之後 你看到是將日本那個 美日的關係是提升到另一個 很高的高度 有多高呢? 真是很高 因為起碼就是 一個很重要的訊息就是什麼呢? 在未來中美的對抗裡面 至少 日本是扮演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 比如說舉例在AUKUS裡面 會將日本擺進去 因為日本有很好的高科技 有很多的技術 可以幫到AUKUS這邊 你有剛才提過的美日澳的飛彈防禦 那其實主要都是日本和澳洲 是看著整個南海 南中國海 和印太這邊的那個範圍 其實你很明顯看到的就是 美國要釋出一個訊息的就是 喂 真的不要亂來 我在這邊是有很堅實的同盟在這裡 還有我想日本或者等一會都會說一下菲律賓的就是 其實也都回到一件事情 就是亞太的國家已經對中國的威脅是去到一個 就是你稍後再看看東盟的反應是怎麼樣 但是東盟很多是契弟 但是菲律賓是有切身之痛 日本是 也都承著這個勢 要釋出的訊息就是說 喂 現在真的不是跟你說笑 因為你不是說笑的時候 我就真的不是跟你說笑 所以所有東西 那些那七十項的協議 全部的東西是很具體的 還有譬如還有一個 我只是補充的還有一個就是DICAS Defense Industrial Cooperation Accusation and Sustainment 日美防衛工業合作 採購維護和整備定期的協議 這個也都重要的 這個也都即是告訴你什麼呢 差不多整個美國的軍事未來 連一件 連一顆Made in China的螺絲都可能沒有了 那日本其實也都 如果你從商機的角度去看就是 這次岸田 就是很低的民望的岸田 其實回去 可不可能會 因為這次會提升一點點呢 因為其實都帶了很多生意回來 因為未來我想整個美國的軍事的供應鏈 維修啊 所有這些東西 和日本的合作將會是很多的 那這些是今次看到的 譬如說還有看到美國和日本的bonding 在民間的bonding立刻多了很多 微軟立刻都宣佈了 29億會將會丟到日本做發展 OpenAI也都會進去日本 Amazon那些 或者還有日本軟銀那些全部都有 學術界都是 學術界譬如華盛頓大學 日本應慶大學 祝波大學等等 都會將會有很多的交流 就是這些東西 這個是一個新的 新的一個台階來的 我覺得 是美國已經覺得就是 再不可以跟你中國在這裡這樣搞發 我需要在亞太 要找回一些很堅實的盟友 還有我想未來長遠 都會有一些影響的就是 其實現在開始看到的跡象就是 美國顏先的時候就會輪到歐洲 你都會看到其實德國都有一個很明顯的轉向 就是德國就是吃鴉片吃得很重 就是跟中國的扣連很重 但是其實德國現在開始民間的企業 有很多已經將生產線開始移入去日本 還有開始將那個管理 將那個生產的管理全部東西都移到日本 那麼有些人會問就是說 那麼日本成本是可能高過中國 但是其實德國有很多企業都開始醒了 就是什麼呢 就是很簡單而已 現在你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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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產在中國的成本很低嗎 當然不是啦 還有就是你有很多隱形的成本要擺進 有很多代價要擺進去 比如反間諜法 就是很多東西犯政治啊 之如此類 或者重要我要擺進去 之如此類 那麼我不如全部搬去日本 日本有一個很生產的穩定線 的生產線 還有有技術在這裡 那麼其實成本都是會便宜過在德國 二、三十個巴仙 那麼所以這個呢 這個未來都會看到的就是 日本可能在亞太那個地位是會 是會重新變得很重要了 是啊 我看到日本可能會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科研中心 而大家看到國際產業鏈供應鏈的重組 當然少了不開這個電動車 因為電動車你看到就是售價便宜 那麼你的比亞迪基本上不斷把價格折低 為什麼呢? 很多國際尤其是一些海外的一些媒體 就是說產能過剩 因為產能過剩 中國產能過剩導致了有問題 其實其實是不準確的 真正的原因是國家補貼 國家補貼導致到大批模的subsidies 給到你那些這樣的東西 折低你的價格 用做低的價格方式來傾銷這些車的地方 歐盟去年去月開始醒 到今天都是調查著不敢加關稅 說下半年才有機會 哇 等多久呢? 當然馮德良人說了很多東西我看到了 但是問題就是還不行了 我看到美國可能會率先開波的一個 因為無論是民主黨和共和黨 已經達成某程度上的共識 It's a matter of action 就是要有行動才可以做得到事情了 這一點會使得中國共產黨和世界脫勾斷鍊的狀況 會更加誇張 是啊 所以我看到從這個美日峰會就很重要 美日飛基本上是南海問題 我看到兩件事一個是4月10日一個4月11日 我們預計一下 未來會更多軍演巡邏協議合作 跟著這個第一島鏈那個所謂抗中的情況 其實包括保台、保日、保飛、保美的動作會更加多 那麼台灣雖然不是其中 但是我覺得台灣是 有運行 完全有利在裡面的 南、北全部都夾緊了 這個絕對是台灣有事等於有事 美日的協議我再強調一次 是有提到台灣海峽的 台灣海峽是兩個國家都會共同去保護的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第二的就是不要忘記 日本有運行的時候 台灣很多企業都會將會有運行 紅本一廠台積電的就已經證明了給你看 未來AI晶片這些完全都是 大佬你知不知道台積電在紅本一廠 其實很多人都不明白 除了日本之外 紅本一廠只要來招呼Sony 這個很多人都看不到 告訴你未來台積電前途無可限量是什麼 它已經宣佈了2027年將會有紅本二廠 告訴你每一間廠可能翌日只是服侍一個日本客人 下一個可能是到豐田 現在是排隊拆這個台積電鞋的 因為那個合作模式是前所未有的 不是台積電要擺一間廠在日本 現在是日本有很多客人要求台積電 不是供應晶片給他 是要求他過來日本建一間廠 只是去做他的晶片 所以未來有兩間公司真的很厲害 一間就是台積電 另外一間就是設計的NVIDIA 但是我想說 我想說就是現在這個佈局是拜習近平所持的 這是毫無疑問的 所有東西是你中共迫大家迫到今天這樣的地步 這個是很重要的 你不要罵別人 也不要說什麼軍國主義又抬頭 你浪費氣啊 今天就是大家都要面對一個中國的軍國主義 是所有東西都是他迫出來 要不然怎麼會那個美飛 就是怎麼會有一個 你說以前美國在菲律賓的 大家都是疑惑下棄的 現在不是跟你說笑 現在真的是感受到那個威脅 而大家走在一起 是覺得需要做一些很實在的事情 來對付你 或者就是真的要再回應你一句 就是整個南海不是中國的領土 所以我要學這個蘋果案的李韻騰法官 對著李宇軒說 Thank you very much Move on 要講給習近平聽 多謝你 你趕上回心一想 去到不知道多少年後 你會真的很多謝習近平的 沒有他 共產黨會倒楣 所以我就說世界上極必反 好啦 我們休息一會 回來就還有第二節的新喪惠神舟 就是在傑斯的頻道 我們說說習近平的粉絲 馬英九 好 實在嗎